很香 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Dan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我要尝试做这个 butter cake 也就是牛油蛋糕 然后跟以往一样 我都会上网去找资料 然后看视频如何做这个butter cake 哇 你看他们做的 很想吃 然后一般上我都会去看大家用的材料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butter cake 我上网看那个教学 他是说零失败 零失败 所以我要尝试一下 其实要准备的材料并不多 鸡蛋 牛奶 牛油 低筋面粉 又砂糖 还有这个vanilla essence 和baking powder 好 第一个步骤来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100g的牛油 牛油通常我们去市场买都是这个250g的嘛 我们现在需要用到100g 最好牛油呢我们用unsalted 就是没有盐分的这个牛油 现在我们用这个秤来量它 牛油呢最好让它room temperature 不要让它结冰或者是不要让它太冷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秤啊 我们归零 然后我们把切好的牛油 放上去量100g 多出一点点 应该没关系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70g的油砂糖 接下来呢我们准备80g的低筋面粉 好啦 首先我们将牛油放入大碗中 接着再把这个砂糖倒入碗中 建议你们用这个搅拌器来把它搅拌均匀 不然的话呢你要用这个也是可以 不过手味很酸 哈哈 来咯 然后你们看到搅拌差不多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加两个蛋 先加一个蛋 搅拌 然后再加第二个蛋 呀 将将 要让它更香呢 所以就加 四分之一的这个 vanilla essence 这个你们去任何商场都可以买到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将面粉呢 倒进去了 然后面粉最好我们过骰子 让它更幼 然后在还没有完全搅拌之前呢 我们要加这个baking powder 然后等一下就让这个蛋糕看起来更发 一样我们加这个四分之一的汤匙 这个时候我可以来一点点的牛奶 让它更香 好 然后你们可以准备这个蛋糕模 建议用蛋糕模 不要用碗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放进烤箱里面烤 现在我要将这个蛋糕倒进去了 好啦 可是我的膜太大了 蛋糕有点少 好 现在呢我们先热我们的烤箱 放180度 那等一下我们要用180度左右 然后烘焙差不多30分钟 就搞定啦 哇 开始发了 不打扰不打扰 哇 好了 可是爆开了 很香很香 我不知道算不算成功啦 因为我看到网上的蛋糕都没有爆开的 我的爆开 但是味道是很香 等一下呢我们就来review一下 我的蛋糕 爆开到这样 好的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口感 我要来切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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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哇 哇 很香 好吃好吃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我感觉我做的这个它不像butter cake的味道 它有一点比较像那个鸡蛋糕的味道 嗯 很香很甜 一定要沾那个麦肉 哇 很有成就感 如果你们要做的话你们也可以在家试试看做哦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分享按赞 然后订阅 甚至开启小铃铛 那下一期呢我再看要做些什么蛋糕还是甜品跟大家分享 呀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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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